介绍给你一种新的姿势控制的方式 那你之前了解过的姿势控制呢 大概就是OpenPose和DWOpenPose 那它本质上呢还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是呢精度可能不一样 那我们普遍认为DWOpenPose 它的效果呢比OpenPose要好很多 当然DWOpenPose呢 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 比方它并不能准确的识别转身的这个动作 但是OpenPose是可以的 所以说呢 姿势的控制之间呢总会互有优劣 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姿势控制呢 就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 它叫做密集型的姿势控制 DWOpenPose 它是将人体呢分归成不同的色块 那如果你在整个的动画生成当中 是更专注于人体大体的动作 而不关注于某些细节 比方说手指的动作 那这种姿势控制呢就特别有优势 下面呢我们就用DWOpenPose 来完成一个效果惊人的动画 首先呢你先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DWOpenPose 就是大家看到的这种效果 它是用色块来表示 人物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你注意它并不是特别精细啊 尤其手这个部分 但是呢它对于大致的人物动作表述会比较准确 所以说呢这就是DWOpenPose的一个优点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最终生成的效果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参考视频 我们截取了中间的一段来生成最终的归头效果 大家会发现整体的效果呢还是非常棒的 所以说呢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用DWOpenPose来进行人物的动作生成 DWOpenPose相对于OpenPose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那就是DancePose呢可能对于画面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我们一直在提在AnimateDiff加上Country Night之后呢页面会发黄 而这种情况在我们用OpenPose或者DWOpenPose之后会尤为的明显 好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工作流 参考视频的部分我们截取了16帧 缩放了一下 这个呢我缩放的并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呢我对于姿势呢是一个比较粗略的控制啊 所以说并没有放到450或者是540这个样子 文生图的部分这个我就不解释了 就是我们传统的文生图经常用到的一个流程 AnimateDiff呢也是一个传统的设置 只不过是我用了Free Noise 重点看一下我的版本呢用的是SDL5的V3版 下边呢就是我们的Country Night的部分 Country Night呢首先你要把你的Country Night的预处理器更新到最新版 你就会有对应的DensePose的一个EastMeter 也就是我们说的预处理器 而对应的处理模型呢我们用DensePose 这个是怎么来的待会我们再细说 然后呢我们应用到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预览结果 那这是我们第一步生成的效果 脸部呢稍微有点崩 让我们把它放大了1.5倍 重新采样 那面部就好很多 当然呢为了比较快 我直接换了一下脸 就是这个效果 这个流呢非常简单啊 大家自己跑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重点说一下DensePose这个技术 DensePose你要安装 首先呢你需要将预处理器的部分升级到最新版本 那在你的菜单里边呢就是我们的AddNode 然后Processor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Face 按的Pose里边找到DensePose的EastMeter 那如果没有去更新你的插件库 更新的方法呢 你可以通过Manager直接去更新 你搜一下CtrlNight 有一个ConfiOS CtrlNight preprocessor 这里边呢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处理器 如果没有的话你把它更新一下就可以 后呢就是这个模型 模型呢也并不是自带的 而且你要注意在这个处理器 我们选的时候呢有两个选项 这个选项呢是说你的这个DensePose是哪种类型的 那潜台词是说DensePose呢其实有两种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用的MagicAnimate 第二种呢是用的CVTi CVTi就是我们常说的C站 我们先看C站的这个部分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CtrlNight forDensePose的这个处理模型 这是C站上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的大小呢是5.2G 大家注意这个模型呢相对来讲比较精细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姿势的一个设置 包括它控制的一个结果 第二个类型呢其实是我们用到的 MagicAnimate的一个控制器 这个模型的大小呢是1.45G 所以说它要小很多 而且呢它生成的这个颜色呢和我们的C站上那个也不太一样 所以说呢你要选哪个你要搞清楚 主要是根据你的算力来选啊 当然我这用的就是这个MagicAnimate这个处理模型 所以说呢如果你要是用它的话需要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放在我们CtrlNight那个Models目录里边就可以 那这呢我们需要说一下啊就是DensePose呢这个东西引起大家注视呢是因为现在一系列的这种跳舞模型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动作模型技术来生成各种各样的跳舞的视频 主要的产出的厂家呢是自杰和阿里这两个厂家 这两个大厂呢在这个领域里边非常的内卷 比方说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DreamMood啊是阿里最新的这个跳舞模型的一个生成的技术 这个大家可能看过很多 它可以保证那么生成的一个视频的一致性非常的强 目前是在达姆院和我们的包包脸上呢都有开源的链接 你可以去试一下 你去搜DreamMood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呢阿里呢会有很多的Dream系列的模型 比方DreamTalk还有很多Annie系列的模型都比较的有意思 那另外的话呢字节也出了很多类似的模型 几乎呢都会有对标的产品 那我们说的MagicAnimate就是刚才我们下载的那个模型 那其实呢就是由字节来提供的 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是由Bet Dance 就是我们说的字节跳动来做的这个 那在这个演示视频里边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它用到的就是Dance Pose 所以说呢我们没有把这个库直接下载下来 来用这个技术 而是用Dance Pose用到我们的CounterNet里边 所以说呢在这儿你下载的是哪个模型 你要选择不同的类型 我们也会发现用Dance Pose生成的这种效果呢 也的确是非常棒的 你看到了吗 在这个动画里边Dance Pose呢 有其他的姿势控制不可比拟的一个优点 就是在使用了Animate的Diff之后呢 它对画面的影响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小的 而不像一些其他的CounterNet的组件 当你用了之后画面就会发光了 那它最大的优势呢还是在控制人体 总体的这种姿势上面 而不在于细节的姿势上面 如果你想做表情和手 那这个东西呢是完全不可用的 还想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做一个动爱的人 关注我做一个动爱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